過得太快樂的人 創作不出好東西 可以想想有昆凌之後的走劫 以前我們餐廳有一個問題 他花錢來吃牛排吃東西 來看你表演 他不會跟你互動 好笑他就笑了 嗯嗯嗯 曾經有一個尷尬的偶像歌手 在台上唱歌 唱完之後 各位大家好 我是誰誰誰 你知道嗎 我最近發了一張唱片 你們知道什麼唱片的專輯名稱 你舉手我就送他哦 大家就看他 這樣好了 對啊 你們舉手就有了 就這麼前面哦 吃牛排的地方 整排 沒有辦法舉手 對啊 忙啊 切牛排啊 沒有辦法 趁熱吃 可是他已經講了很尷尬啊 怎麼辦啊 那怎麼辦 反正 嗯 啊 那就位先生我送給你 你知道餐廳秀就這麼殘酷哦 很多人有名舞台劇的演員 已經是私自備的 因為當時討教的餐廳秀 進去也一檔 從此他就生病 他就再也沒來過 我覺得喜劇員 我們在找材料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在大家都覺得正常的地方 找到 欸 哪裡怪怪 來借題發揮 所以我覺得喜劇員本質上 都是非常高敏感的人 我覺得大家的信仁和應該是高度活躍的 對 喜劇員喜歡裝作一副 嗯 喔 沒有 我不care 我不會 酸民留言 我不會在乎 其實是蠻care的 沒有 每個人都在乎 也要沒有 別再裝了 別再裝了 你會怎麼樣去對網友留言 我都會存起來 我會截圖放在我的手機 為什麼你要這樣 你表示有憂鬱的 我喜歡傷害自己 我有個想法就是說 過得太快樂的人 其實 創作不出好東西 可以想想 有昆凌之後的周杰倫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後面的歌不好 不是說 你不要笑太過分 後面歌也很好 高白氣球很好 但只是說 以前的歌 我更喜歡 喔 我是周杰倫鐵粉 我是那種會買預購 有那個撲克牌的那種 喔 其實我記得前生的老婆也這樣講 她說她最好聽的歌都是 以前 落魄潦倒的時候 真的 幸福之後的歌都寡聽 歌手一失戀 YA 像我傳這個 她留言她說 好了啦 垃圾富二代 出生在一般家庭 你現在什麼都不是 最痛恨你這種 得到成就之後 認為一切都是靠自己 努力而來的人 今天就是有你這種 才能至上的弱智想法 不幸的人才更加被欺壓 說真的曾博恩 我希望你們這種富二代 都可以死光 這個文章寫得不錯 難聽歸難聽 但是她寫還滿有程度的 發自內心的嘛 那你針對這個東西 你的感受是不是 她講到完全全全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覺得懂得反省自己 然後知道自己 其實是幸運跟幸福 別再裝了 別再裝了